足球金童貝克漢日前透露 他價值15億的豪宅 遭到小偷闖進去 當下夫妻兩害女兒甚至住在屋內 事後已經通報警方處理 當時貝克漢跟妻子維多利亞 還有女兒正在一樓 竊賊從二樓破窗進入臥室 並將房內的名牌衣物 飾品 甚至電子產品全數搜刮揚長而去 而貝克漢的兒子回到家中 才發現滿地的碎玻璃 趕緊通知雙親並報警處理 目前竊賊還沒有被找到 不過除了貝克漢之外 同一時間也有兩戶的家庭 遭到小偷入侵